今天是選前最後一天 台股透露出濃濃的觀望氣氛 下週開始也要準備迎接12月了 投資人看盤可以注意什麼呢 我們連線日盛投顧的李秀麗分析師告訴大家 分析大家都說台股在選前不會有太大的突破 那麼這幾天看一下也都是這樣 你能觀察選後的台股會有哪一些重點 是投資人一定要留意的呢 當然大家都在做一個選舉結果的大預測 事實上選舉的結果對股市的投資來說 會有一個最精確的來講 就是這種選前的猜測選前的變數或選前的不確定 都會隨著選舉結束而告一段落 所以關於選舉的不確定因素 一旦在下個禮拜一之後 我們相信這個因為選前的觀望 或者是選前的謹慎 或者是因為藍綠的這個關係 我相信這所有的議題在選舉之後 大家都會回歸到基本面來做一個思考 那當然這個週線月線的收紅 11月的行期在選後之後 這個量能如果能夠擴增到攻擊量的900億 那選前嘎空手也好 或者是因為融券的一個增加 這個部分裡面也是後續 在收復半年線之後 9200能不能夠持續的突破 而且有效的突破站穩的一個重要指標 那這個選舉之後 是不是防市能夠回神 防市的相關的政策 這成為也是一個盤面上關注的一個重點 那當然包括像傳產的汽車的部分 也會特別聚焦 像油價 匯率 甚至美國的暴風雪氣候的因素 這也是大家聚焦的一個重點之一 那我們可以看到當然傳產之外的電子 大家還是會持續的看 包括這個半導體的族群 今天大家看到穩盤的指標 像台積電的部分 那甚至在這個最牛的聖誕節的伴手裡 這些消費性電子的族群上面 也成為大家關注的一個指標 所以我相信這個 雖然今天最後中場 沒有有效的站穩在9200之上 那但是這個包括科技股的 或者是12月的集團股的作帳 年終的做績效的一個行情 都是大家可以做一個有效的 佈局策略上面思考的方向 不確定因素就要消失了 陳家良要趕快拉起來啊